有本次新北灯會吉祥物態空吐 和帶上吐年提燈的小朋友們 以熱舞會活動揭開序幕 霍宇表示 新北灯會從2018年開始舉辦 除了2021年新冠疫情停辦以外 每一年都吸引上百萬人次前來閃花燈 今年更邀請了榮獲金鐘獎最佳男主角的 歌仔戲小生陳雅蘭來到現場 因為開末日將為大家帶來 嘉慶君由新北的戲碼 陳雅蘭表示 很感謝新北市府重視傳統戲曲的推廣 還在現場教侯友宜市長歌仔戲的身段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所以傳承歌仔戲不是我個人的就對了 要需要大家的就對了 所以大家都要演歌的演員來 我這句很貴 你不要給我賠償 你給我賠償你 我給你這樣 這樣不行 這樣會變頑固之地 這要有Kiss的 這樣就這樣 哦 厚宇表示 2023年的燈會以兔來運轉 熊猴森為主題 主燈區域的太空兔 整點的時候會搭乘8米高的飛碟 隨著音樂燈光流轉 會場還有各種造型的萌兔穿梭遊樂園 為大家帶來春節歡樂氛圍 同時還有陳雅蘭帶來的開幕戲 歡迎大家一起來 歡迎大家小早來新北市 我們這次的頂會是很幸運 老頂就樓膝 阿母就阿爸 跟小朋友都總帶帶來去 保證讓你們開心又笑咪咪 那這次新北燈會有八大主題燈區 也有五大展的活動 就像我們迎來了亞蘭 來給我們演家清軍 讓我們愛靠歌子戲名的 怎樣可以分享 原來袁小姐也可以這麼開心過生活 所以其實新北燈會這次在雄和聲以外 也有我們燈區還有表演 也迎來了不但亞蘭的表演以外 也迎來了日本國際燈會 跟我們共同分享跟參與 所以希望新北燈會每一年辦得都非常成功 今年拜託 今年也是期待各方面的好朋友 讓我們大度在講的聽聽 還有一個開心溫馨的元宵節 民政局表示 2023新北燈會規劃八大主題燈區 以及五大展演活動 包括主燈區 迎賓燈區 娛樂後花園 開運萬事屋 導彈樂園 國際燈區 花車燈區 以及彩繪燈廊 還有各種應景的年節表演活動 此外新北好運兔小提燈 也將從1月29號在新北燈會會場首發 今年推出兩款造型 長長耳朵加上圓滿身形 既可愛又療癒 記者趙世淵 新北採訪報導